最爱吃的是我老爸养的刀发鱼 刀发鱼我不知道怎么养 你刚才养养刀发鱼 还跟居民走里养的刀发鱼 爸 你就教我养一下刀发鱼 怎么养 还是有点经验给他 那刀发鱼是放什么鱼好呢 放鲤鱼还是放鲤鱼 鲤鱼啊 都是放鲤鱼啊 鲤鱼要来就放小的下去 放这么长 然后放下去养到我们割刀子的时候 它就有差不多有半斤一条还是一斤 没有那么长的 刀发鱼没有那么长的 那个刀发鱼是不是 那个田擦好了 成那个刀发鱼放进去 对啊 杀了虫以后 杀了虫以后 那个刀发鱼放在田里面 它就是说杀虫了 那个鱼会不会死掉 杀虫的时候 应该有的有水不死 有的有水死的 有的要水它就会对鱼有影响 就是嘛 那要杀什么有水 杀虫 我们这个群杀那个行为杀虫米啊 杀虫米 它是杀 杀虫霜 就是那种药 不是杀虫霜 杀虫米 杀虫米啊 杀虫米酱 然后就是那种药就很轻嘛 就不会伤鱼嘛 然后杀一刀虫呢 就可以 就不用去杀虫了 用那个鱼去抓虫子吃啊 是这样啊 鱼不能抓虫 鱼就抓虫子吃 听你说 它不是杀虫鱼 杀虫米 杀虫米 它不是连虫也不用打药树了吗 那个虫全不是被鱼吃了吗 弟弟你要教训它 你要教训它 你说为什么叫杀虫鱼 为什么叫杀虫鱼 为什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杀虫米我不懂 请问老爸教我一下 怎么这个杀虫鱼是怎么养 怎么来的 只是在电视上 我们以前看过杀虫鱼 杀虫米以前这个 你不养那个不适合了吗 不适合 不适合 但是好吃啊 养了自己吃啊 养了自己吃 你往不来啊 我也不来啊 很麻烦啊 大麻烦啊 油水啊 你渴不掉啊 水要行啊 水要生 对啊 一般要几升 多升的水呢 那是要求两层行水吧 两层生 两层是没多升 这里差不多 没不来的 那样那个 我发觉 他养去了一个吃了以后 他那个乌不降的 哦 那个萌苗不长 萌苗不长不好的 哦 他总是关着水在里面嘛 嗯 那个刀子养的 他会下面飞一碗下去 哎呦 还有这种说法 我以前小时候在家的是 小时候把过程专业的 养五花鱼 它都很干残的啊 那时候我小时候在家里 养的那个豆花鱼 每年过刀子的时候 老爸抓起点 那个豆花鱼回去 大家都婚好 一个人一条 不能多吃 也不能想吃 一个人一条 那个豆花鱼真的很好吃 吃的很好吃啊 但是就是不正常啊 一年要不出来的啊 只需要两年 你换的鱼苗太小 把鱼苗所谓换大一点 就会长得大了 对啊 要换大一个过一点点 要放差不多 放到二两到三年 要一年的鱼 你知道我老爸那时候小的时候 在家里 我老爸换的多大的鱼苗啊 就这么 那我们的年也不行啊 很小啊 就是很小的 只是开始变鱼的时候 就是看得出哪种鱼的样子 这么大鱼苗啊 有这么大 我老爸没有买这么大鱼苗的吧 有 我见到他们挑鱼苗去 那个鱼苗 鱼苗到第一年啊 第二年他养那个大鱼 第二年花那个鱼 就长大了 这么大鱼苗了 没错啊 要想吃大发鱼 真的是很难哦 造发鱼蛮难吃的 他说真的是 我听我岳父大人一说 那两年才能吃到大发鱼 我以为是一年就可以吃到大发鱼 对啊 现在我是微微无情 我小时候吃过 我们今天也试一下 老爸 你看我跟小城在一起 快三年来了 都没到过我家 刚好今年我家一层房子 有地方住了 邀请老爸到我家里去 多晚一段时间 然后叫我来养一下大发鱼 我媳妇总是惦记 小时候的味道 大发鱼的味道 我今天养 我争取放大一点的去 放半斤一条的下去 看过年 看你能长到多大 我们养出来大发鱼 欢迎粉丝家里面过来吃大发鱼 二个牌大发鱼 我爸爸说了他说养大发鱼是可以 但是那个荷苗会减产 一某天只想要减 减产四百斤骨子 减产三四百斤骨子 对 差别 哎呀是 俗法是说你大发鱼也养也有 然后刀子也收 就是爱嘛 就是鱼也也赚了 两圈七美 两圈七美嘛 是不是 鱼 鱼丰收了 刀子少缠点没事嘛 我们吃到大发鱼的味道嘛 所以说大发鱼很难养 我们那边不知道有没有大发鱼 评论区的兄弟姐们看你们 那边的大发鱼是什么养的 还是养一年还是两年 你们吃过大发鱼没有 反正我是没吃过大发鱼 像我把老爸这样子说的话 那我小时候真的吃的那个大发鱼 真的是乃之不易 我老爸每年 我们小时候又不知道 只知道吃 因为我老爸每年养了两年的 我们吃到的大发鱼 都是养了两年的 真的 才今天才知道吧 我老爸冷夏天的我跟你讲 估计差几样的比我还快 是哦 我们来比赛 那小时候我们在家里 全部是用手擦田的 用手擦羊的 拔羊嘛 拔羊嘛 我家里六七母田 还有地 还有山 我老爸为个人搞定 地里面 我老爸把田地搞得很好 田地里面秤草不生 他没打个竹草剂的 首先我生命 他都是用手工用竹头 田里面也是用脚去搞嘛 对不像你一样 不过去吉祥买笔弄药来 搞个竹草剂来 去喷几下 就鸟死了 不是这样的我爸爸 他每天都是天不亮起床 去外面了 我老爸种了这么多年 种出来的经验 他说竹草剂他有他的方法 比说明书下面的方法是更广用 老爸你上了多少学啊 三年半 三年半 以前上了三年半 你现在是大学生 为什么呢 以前的人样的 都是上那个三字经 你看我 没有 三字经我们那个什么的 那时候都没三字经 没有的 我老爸那时候上学 简单一点的说吧 那时候的三年学 相当于那个时候的秀才 是啊就是嘛 就是 我老爸自己得很好的毛鼻子 想教我老爸来教你 算数啊毛鼻子肯定是很好 我老爸那上班打得 杠杠的呱呱响响啊 那还有什么 本来你们老爸是开店的 说实话 我是从小到大 我没插过一样 星期六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学啊 星期六星期天在家 其他都会帮忙做 但是插秧我确实没插过 其他的花生什么东西 我都帮忙挖地啊 扯花生啊 挖红薯啊 我把那个红薯给胶毁掉了 什么东西 我都帮忙做过 就是插秧没做过 这是实话 今天来体验一下插秧啊 因为那时候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是不是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要上学 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了 我妈妈在家里要看店 我就去爬秧 爬秧爬好了 然后我爸爸插 我爬秧 我爸爸插 就是这样 还养猪了没有 猪养过 换学一回家 我去提个男子去拔猪草 首先回家 我们因为中午没带午饭去吃嘛 中午没吃饭 我一回家 我妈妈给我一个苹果 我带着一个苹果 我去外面就拔 各位男猪草回来 各位男猪草 把猪草剁好洗好 放到家里 我妈妈第二天 我妈妈她砍了猪草 煮了猪食给猪吃 都是这样的 是啊 小时候都干农货 我小时候要砍财富 我老爸干货一样的 他都要等着 要等着那个星期六 那时候星期六 还上半天的学 那时候星期六星期天 那时候没差养的时候 我会跟着我爸爸一起去山巷砍财 我砍好 我主要是我爸爸砍的 捆眼是我爸爸砍的 我跟过去就帮忙挑一下 小时候你爸爸也没打过你 我爸爸没打过我 从小到大 在我的记忆中 我爸爸从来没打过我 连一句真话都没说过我 我爸爸只要给我死一个眼神 一个眼神我就知道我爸爸 我做错事情了 那时候你爸爸真的很吃香 真的 从小到大 在我的记忆中 我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一下 我可以这么说 我记得有一次 我那时候也是像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嘛 因为考试考英语嘛 那时候英语学的不咋的 那时候就是说 考那一科英语我就没去 那就躲在宿舍里面 刚好那个老师 英语老师是我们村里面的 是我们村里 他就好像给我爸爸打了一个电话 我爸爸就跑到学校 刚好那天到十年都去做事啊 路过了你孩子 去进货 我爸爸他说去进货 我家里又开了小店嘛 去进货 刚好路过我们那个学校 他就到学校里打开宿舍门 学校里看没看到我 打开那个宿舍门 就是瞄了眼 我爸爸又没骂过 又没干嘛 我就知道了 我爸爸来了 我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管学得好学得饭 是不是都要去考 然后我就躲在宿舍 有三四个女孩子 我六个女孩子 大家都坐在宿舍里 英语都没去考 所以我爸爸去看了一下 那天晚上 他也没骂我 也没说我 也没打我 就看了一下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就吓得不敢不敢进门 然后我进了门 我爸爸也没骂我 后来躲到快天黑了 我才回家才回去 我爸爸也没骂我 真难我爸爸从来也没骂过我 他就是我犯了错 他只要我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 我爸爸不会 像我小时候就是调皮 我每天都说起来 隔隔两天就挨我老父亲的走 我也调皮 我打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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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